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晚至明15日清晨随着封面通过台湾上空,全台都将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,因东北季风增强,北台湾清晨夜晚温度将下降来到17度左右,提醒民众注意温差。 据中央气象局预报,降雨方面,明日随着封面通过,全台都会有短暂阵雨,雷雨尤其中部以北极东半部环境更加不稳定,降雨时间长,雨势也比较大,雷雨发生时也将伴随强阵风,雷几等对流现象。 白天气虽然降雨最大的时间已经过去,但封面带来的水汽持续影响,各地还是不定时有短暂阵雨发生。 温度方面封面通过后,东北季风增强,北台湾将由清晨的22、23度下降至入夜的时期,18度,时间越晚感受越凉,其他地区白天仍然温暖,尤其中南部中午高温还是可达30度左右,但入夜后也将有转凉的感觉。 据天气风险指出,此波冷空气影响台湾时间大概到周二、周三、18日开始温度回升,风向转变成东风到东南风,天气状况恢复稳定。 随着东北季风增强,明天台南以北,东半部及各外岛沿海将由9到10级的强阵风,风浪也会明显增大,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。 空气品质方面,明日北部为橘色提醒,竹苗中部云加南高平及南及马祖近门澎湖为普通花冬为凉。 好